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市长谢果良特别邀请全市的校长齐聚一堂凝聚共事 未来会加强联系 共同来预防跟有效处理相关的校园安全事件 因为最近有发生了一些高中老师的一些行为不当的问题 那所以我们就召开这样子的一个校长会议 提醒我们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 要求学校的讯息要很透明的 及时的反应给教育处跟市政府 那我们也希望探讨出一个好的方式 但重点就是说如果学校知道一些事情的时候 市府跟教育处理应第一时间就要知道 这样我们才能够协助学校来反应这样子的问题 如果学校知道一些重要的事情 而没有回报给我们 那我们会觉得那这样子不恰当的 所以我们只是来沟通 并且来跟他们讨论 如何在这个性别平等相关的一些议题上面 我们要给予适当的一个了解 跟未来的一个教育方向 未来依法将透过相关平等教育的防治与宣导 以及校园安全相关通报与辅导措施 让基隆市全体的校园都能够有效降低案件的发生 落实友善校园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 希望之秋最后一块拼图 总经费7100多万元的中正公园 天鹅洞周边环境改善计划工程 获得中央核定 内政部长林又昌特别到现场宣布这项好消息 如果一切顺利 最快今年8月发包 民国113年年底完工 林又昌期盼中央和地方一起合作 让基隆变得更好 小时候都在这边写生 然后都是往这个地方写生 在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 立法人蔡世英及多位市议员陪同下 内政部长林又昌到中正公园天鹅洞视察 同时宣布 希望之秋的最后一块拼图 中正公园天鹅洞环境营造计划 已经获内政部核定 补助5500万元 预计8月发包动工 最快113年年底完工 我在担任市长的时候 我们地方上很多的民众 包括我们的议员 还有包括我们蔡世英委员 一直在希望能够加速跟争取 那今天很高兴 这个计划能够顺利来核定 那总经费是7100多万 那中央补助5500多万 那希望能够在今年的8月份 能够顺利的来发包动工 那预计可以在113年的年底 希望能够如指如期的一个完成 我想这个中央跟地方大家一起合作 让基隆能够变得更好 副市长邱佩玲非常开心 林部长兑现林市长的承诺 希望中央地方一条心 让基隆更好 这也是基市府新团队的心愿 林部长说他来兑现林市长的证件 很开心 因为我来了基隆 也发现基隆的确很需要中央的协助 听到不管是委员 听到市长中央地方一起一条心 大家让基隆变更好 这是我们新团队的心愿 也很感谢林部长 谢谢 积极争取中央经费支持的立法员 蔡世英也期盼 基隆市政府能紧述完成后续规划发包 让攸关城市改造的工程 能够如期如值完成 除了这个案子之外 其实这一次中央在城乡新封案子 总共补助基隆大约1亿5千万左右 那对于基隆市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想作为一个立委 就是要扮演好中央跟地方的桥梁 那未来中央补出款拨到地方之后 我们当然还是希望基隆市政府 这边后续的相关规划发包 我们有个尽速来办理 那我相信民众都很期待 城市的改变跟进步 那我相信包括市营 包括我们议员 包括市政府这边 大家都会期待 中央跟地方持续来合作 那把相关基隆市城市改造的 相关中央对地方案子 把它如期如值的完成 除了感谢林部长 对天鹅洞周边环境改善工程的支持 多位市议员与当地里长也提出建议 我们也希望保留旧文人的一些末保 然后在保留绿地之余 还要保留这些运动的空间 如果说可以呈现出我们的书法之独 以及我们基隆的书法 各个大师大家的作品 我相信这个未来一定是基隆的最大的亮点 这一件事情在基隆市议会的里面 我们是乐观其成 也希望接下来我们的谢市长 能够加速推动这样的一个工程 让我们的市民能早日使用到这样的一个空间 基隆市有山有海 然后包括这几年我们的邮轮也开放了 那之后我们这个希望之丘 会有更多更多的观光人潮 来这边运动走走看看 林部长还有我们蔡委员 还有我们谢市长共同努力 来争取经费 建设我们基隆中正公园的希望之丘 那也希望部长能多多替基隆争取经费 规划好以后弄好以后呢 市政府有些活动要尽量办到这里 让大家知道这里重新弄好了 因为这里有地层滑动跟水土保持的问题 那我们如何一步一步把它做好 这是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的 中正公园天鹅洞环境优美 游客造访成为基隆兼具自然美景 与人文风光的观光新亮点 记者张祺腾基隆报道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积极推动下 市议会首次成立议政顾问 特别邀请第18以及第19届议员们参加 是否有向市政府市政顾问 互别苗头打对台的意思呢 佟子伟表示 议会和市政府的运作方式和职责完全不一样 只是希望虚心接受议员前辈们的指教 广纳建言 没有政治问题 让辅会运作更顺畅 加速市政建设进步 在基隆市议会议长佟子伟积极推动下 市议会首次成立议政顾问 特别邀请第18及第19届议员们参与 议长佟子伟亲自颁发顾问聘书 包括施市民 郑怡信 郑可熙 庄龙青 詹春阳 郑宁清凉 庄景田 苏仁和 徐立立 林明志 陈江山 以及陈志诚 等各党派前议员们 是否有向市政府的市政顾问 互别苗头打对台的意思呢 佟子伟表示 议会和市政府的运作方式 以及职责完全不一样 只是希望虚心接受 议员前辈们的指教 广纳建言 没有政治问题 让辅会运作更顺畅 我想我们市议会 是首次来邀请议政顾问 那议会的运作 跟议会的这个运作方式 跟市政府的执政方式 是不一样的 一个是行政单位 一个是监督机关 所以我们在 持续招募顾问的过程中 我们会希望广纳更多的声音 让我们更多的后生晚辈 包括我自己 都可以持续的 跟各位前辈们来学习 为问证的力道 加强监督 我想会让基隆市的 辅会运作的更顺畅 然后我们的基隆市的进步 可以持续改变 我想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初衷 没有任何的政治问题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 第18第19届 其实议员有不分党派 非常多 有国民党 也有我们民进党 也有亲民党的前辈们 我想大家的声音 都是我们非常重视的 所以我们也会邀请大家 给我们很多的一些 相关的经验做参考 我想未来在基隆市议会的运作 可以有更多的建言 我对基隆市政是一个好事 议长童子伟进一步指出 这只是第一批 以议员前辈为主的议政顾问 接着还会持续成立 来自百公百业的议政顾问 让现任议员们可以倾听民意 在问证过程中 刺激市政府更进步 加速市政建设 我们今天其实是第一批 首批 我们当然是以议员前辈们为主 接下来的第二批 第三批 我们会希望广纳各界 也就是我们的各行各业 百公百业的领袖精英们 包含妇女团体 或是甚至是我们的相关的 比如说市场的团体等等 让我们的议会 有更多的多元的声音 然后更实际的接触 更多的民众 让更多的民众声音 传达到我们每一位 代议师的身上 让我们代议师在问证 或监督的过程中 也可以刺激基隆市政府更进步 议长也特地在市议会 这个娘家设宴款待 出席的前议员 也是首批的议政顾问们 感谢大家回娘家 未来不吝啬指教 特别多多给予他个人 以及后生晚辈年轻的议员们 建议和鼓励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因为喜欢钓鱼 从事科技业数十年的莱小峰 多年前开始在泰国投入养殖业 延续科技人勇于尝试的作风 运用自然养殖创新手法 成功养殖出 由海鲁鱼界LV称号的黄金海鲁鱼 身为基隆女婿 莱小峰还特别以主厨料理的 海鲁鱼顶级便当 慰绕疫情期间辛苦守护基隆的 第一线消防人员 品尝顶级美味 鱼王里活蹦乱跳的海鲁鱼 呈现出健康的金黄色光泽 这是Emeron国际食品公司董事长 莱小峰在泰国海边的鲁鱼养殖场 从科技人转型当其养殖渔夫 莱小峰直言真的很辛苦 甚至一开始连家人亲友都不看好 太辛苦了 说实在话真的太辛苦 我们以前在做电子业 东西坏了修一修就修好了 鱼死了怎么样也救不了 所以刚开始其实损失是很大的 然后不断地尝试 尝试再慢慢去找出一个平衡的方法 秉持科技人不服输 勇于尝试的精神 莱小峰以益生菌 及照氧照浪等自然养殖创新方式 终于成功养殖出 由海鲁鱼借LV称号的黄金海鲁鱼 我们在水的处理 在鱼的消毒过程 我们是用比较物理的方式 例如用臭氧 我们有臭氧产生机 那我们的一些消毒水 是用食盐水去电解 把氯分离出来 所以我们是走物理的 而不是走化学的 在食品安全上比较注重 再一个就是我们很密集的 能够去照氧照浪 让鱼有个很好的环境 让鱼能够24小时在运动 所以它的肉质会更鲜美 那第二个就是灯筒一配合 因为它的飼料的蛋白质特别好 鱼养出来特别的鲜甜 那第三个 就是说我们特别去注重一些 自然环境生态的一个培养 让鱼能够尽量在原生态去生长 这个就是我们养出一个好鱼的 一个主要的关键 曾经拿自家鱼到台国市场贩卖的 Avaron国际食品公司执行副总 莱彦博特别强调使用益生菌的好处 益生菌最主要的功能 就是说我们是生物共存的问题 就是生物共存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用到多余的化学药剂 那生物共存以后 鱼就可以达到最健康 最完美最安心的食品安归等级 与莱小峰合作的统一集团水产飼料事业部 负责人刘海华也佩服 莱小峰父子的坚持 终于成功养出适合消费者 口感与味道的海鲁鱼 因为它是用天然的这个方式 这个就是说生态方式去做养殖的 那所以说整个一个在肉质 还有它的橙色口感方面都是会比较接近 这个野生鱼的口感 除了以冰线空运方式 将黄金海鲁鱼引进台湾 莱小峰父子更规划 未来能透过冷冻模式 让国人不只在饭店餐厅 在家也能享受海鲁鱼新鲜美味 我们配合的冷冻厂加工 全部都有一些食品认证安归 都是已经达到可以出口到欧美等级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后面 如果在未来 我们可以做到一些冷冻加工的话 那其实事实上一些包装 或者是一些客制化的一些方式 不管是整条鱼的或飞力 或切成切片的等等的方式 我们都可以进行推广 金融市相关群站不站 是的 事业有成外 身为街友女婿的莱小峰 也透过投入益销宣传 20多年的苏越社区理事长的 大遗址旅修线协助 以这次发表会上 清镇主厨烹调的海融鱼料理便当 为了在疫情期间 辛苦守护市民健康的 金融市消防局第一线人员辛劳 我的老婆这边的娘家在基隆 那我的大姐 她们跟这些环保局 消防局 她们的关系不错 所以想借这一次 有好的 Selavi的这个主厨做的好食物 能够分享给他们 为了感谢我们消防人员 在疫情期间的辛劳 特别捐赠了30份的黄金 如鱼的便当 给我们消防弟兄享用 在这里我们感谢来董事长 从精密科技的电子业 跨入完全不同领域的养殖业 在异乡打拼数十年的 莱小峰期盼 这位汇聚他无数心血的 黄金海鲁鱼 让国人也能品尝到 来自泰国的顶级美味 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 日前台南发生母女过马路 被车辆撞击 造成伤亡的意外 市长谢国良立即指示 交通处全力配合交通部 推动行人绿灯早开 以及专用实项政策 交通处表示 经过调整后 目前总共有27处路口 实施行人绿灯早开 也为请专业单位研究 适合再设置 行人专用实项的路口 画面中小绿人开启 行人快速通过 5秒后 红绿灯号制 绿灯才开启 让车辆通行 这就是行人绿灯早开 由于日前台南发生 母女过马路 被车辆撞击而伤亡的事件 交通部宣布 推动行人绿灯早开 与行人专用实项政策 市长谢果良 也指示交通处 全力配合 目前基隆 共有27处路口 实施行人绿灯早开 在整个交通部政策 为全面推动之前 基隆市政府已经有针对 一个所谓人车流量大的路口 设置行人早开实项 那后续在5月17号前 也已经完成全市21处的 路口的一个行人 早开实项措施 最主要是针对我们 七个行政区域的一个 人车流量大的一个路口 来做一个所谓的一个 行人早开措施的一个推动 早开时段的一个推动的一个 一个时程是每日上午5点 到晚间的23点 另外车辆通通停下来 只有行人可以行走的 行人专用时项 市府也为请专业单位研究 再增加适合实施的路口 那目前基隆市政府 已针对爱一路 人五路 人五路 爱三路 还有人五路 爱三路 已经有设置行人专用时项 的一个措施 建议来降低所谓的交通事故 人车分流的一个状况会更明显 至于后续的一个 行人专用时项的一个措施推动 那我们也针对本市21处入口 9处入口 来委托顾问公司 做一个所谓的一个 人车的一个专业评估 要针对一个耗质的一个时项分析 做一个比较深刻的一个检讨 那后续如有进一步的一个讯息 那我们也会来做一个事实的公布 市府交通处表示 行人绿灯早开与行人专用时项 会依照实施状况滚动式调整 来落实基隆的行人友善政策 记者黄志生 陈淑平 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大管道可以自由选择 让我有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 112年房屋税开增 智慧缴纳有够顺 当慈云寺整年度的重要庆典 包括了元宵节艺文活动 文昌君圣诞 观世音菩萨圣诞 玉佛节 及忌孔大典等 无不吸引众多信众前来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略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想知道基隆市政府各单位 正在推动哪些重要政策 大型活动或是社会福利措施吗 关心市政做回来节目 特别邀请了产官学界 来讨论各项政策最近发展 也欢迎民众表达意见 让市民可以快速掌握基隆麦东 欢迎锁地每周三晚上9点 基隆第四频道 关心市政做回来 中正区封冷街65巷口 4月初发生严重车祸 由于这个路口车祸频繁 基隆市议员张浩瀚邀及里长 交通处以及警方到现场会刊 研议迁移遮住视线的电感之外 封冷街相关巷口将增设相关提醒标志等改善措施 希望能够减少事故发生几率 那骑到这边刚好车子靠近的时候 就从那个坡道有没有 一撞整个车子翻过去了 回到当天发生车祸现场 梁先生指的人行道 控诉这个雨路面的高低差 害他摔车 差一点命上路口 因为你车子一闭 你一靠一靠就从上面上去了 上去你就会跌倒 后面如果有车子过就会被碾压 除了手臂受伤 梁先生肋骨更是断了三根 4月中旬他骑机车 行经中正路230号前 却因为夜间视线不佳 加上路幅突然又转 没想到车竟然直接骑上连行道 整个人宛如特技表演 飞出去 痛批歧视好像在晚命 摩托车到这边 因为路幅的关系 民众都会结婚曲子 就很容易骑上来 因为这边标线又不是那么清楚 它又有无障碍的一个坡道 那造成机车雾骑上来的机会 这个危险无障碍坡道 就在要塞司令关底 110年要塞司令关底完工 道路跟着拓宽 一旁人行道却没有一并施工 道路出现高低差 才会一再发生类似状况 原本计划纳入预算重新建设 却意外流标 迟迟没有改善修建 民众会有一个结婚曲子的动作 当然我们已经有计划在申请中 如果说在这个计划还没执行前 我们是希望说 这边可以加强一个标示 或是一个警示的作用 让民众不会误其上去 因为这个飞上去 这个事情可大可小 因为不小心的话 万一跌倒了 后面有车过来 那可能危险性会很高 那像先阶段应该做一个阶段性的补强 就是一个标示的提醒 或是一个警告的灯示或什么的 镜头拉近一看 水里面出现好几道裂痕 好几位机车骑士都在这个坡道率商送医 司议员蓝敏黄针对这个危险坡道建议 先动用工程款将人行道退缩 结彎取值 这个人行步道的规划设计 一开始就是不是很完善 所以已经造成多起的 汽机车插状的医癌 我们从路源的摩擦的痕迹就也看出 那今天因为有位民众他摔断了肋骨 他特别来找我乘勤 但是他非常的友善 他也不邀请国陪 只希望说我赶快要求是怎么来改善 不希望还有其他民众受杀 那经过我紧急办理会看之后 我们做成三个决议 首先我请这个区公所 先把整个人行步道向后退缩 以增加转弯的一个幅度 第二个我们也会要求在 人行道的路源部分 来增设暖性的分向感 并加装反光的一个耗质 以增加日夜通行的安全 那么最重要的就是 人行道的设置 应该是要尽量以路面平整 那我们这个部分的人行道 真的是高低差太大 另外有关无障碍波道的部分 它进行转弯区移交叉路口 也是最容易发生车祸的一个错误的规划设计 我想我们今天先做三点决议 希望区公所尽快的在一个月来改善 那相关的经费我也会动自 零星工程款台之一 另外未来这个附近的整体的人行道 以及周关景昭的设置 文化局也有经费工程准备进行 我想希望这个未来后续的 整体工程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到 人行道的高低差 以及无障碍波度的位置 才能够让人行道真正发挥 友善型的一个功用 蓝米黄强调将在一个月内 尽快完成人行道退缩 并加装软值分向感 而督发处也已经计划改善道路 不让相同情形再发生 记者黄少铭基隆报导 新北五谷观音坑溪桥 因为突然断裂 让桥梁安全引起民众注意 一位基隆通行族向电视台陈勤 他每天经过三座桥梁 上头布满秀斑 担心桥梁的安全 对此市政府公务处表示 这些外表秀石并没有影响到内部结构 但为了让民众安心 市政府会进行除秀之外 也会定期检测桥梁安全 蓝色的百福桥 桥墩 是通往百福社区重要的桥梁 表面秀石严重 桥面上还留下一道痕迹 油漆已经脱落 而另一座千墙桥 米白色桥身 接缝处穿上一圈褐色皮带 烤漆就像薄笔一样 轻轻一碰就会剥落 其实桥都是会晃动的 又看到旁边的秀斑是这样子 我们就会想说这个桥 到底是坚固还是不坚固 有没有符合它的标准 郭先生每天从基隆到台北通勤 都会经过千祥桥 百福桥 还有七弦桥 就担心秀石情况会影响到安全 不过公务处强调 金融市桥梁都有利息性的检查 安全无余 来看起来这个民众结局的 这桥梁的一个秀石的部分 安全上都没有问题 那我们公务处也会 独年 四亿算的额度 我们来编列来做除锈 跟那个 一个油漆的一个工程 我们都每年都有 那个 针对桥梁的安全检查 这个锈石的部分 都是外面的一个锈石而已 没有侵蚀到结构的部分 就是因为下雨天超湿 因为金融市多雨的气候 真的没办法 那我们会请这个公务处 就是就这个 针对桥梁的部分 除锈 因为它这个除锈工程 如果因为桥梁都比较高 搭印加上去 大概一个工程都会 两三百万跑不掉 光除锈的这个工程 就两三百万 那还有加上这个 桥梁检修的这个经费 其实每年的预算 其实市府预算蛮多 但是为了这个民众的通行安全 我觉得这个还是 必要要花的这个经费 那我们会请公务处 赶紧来做 然后把这个 近期的这个监测报告先给我们 确认桥梁是安全的 那除锈工程 会请他编列预算 来做这个除锈的一个动作 公务处也强调 为了让民众安心 会编列预算进行除锈 也让桥梁看起来更美观 记者 黄少鸣 金融报道 感谢您收看中家新闻 我是吴俊松 再会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自有图有标题越耸动让人印象深刻 作者可能只是太无聊来玩玩而已 另外还有照片合成技术造假就更容易 还有现在很夯的AI技术可以移化节目 不是他说的都会变成他说的 那该怎么办教你简单小推幅 一 看到消息前先想一想这会不会是假的 二 养成查证讯息的习惯看看新闻来源 作者还有日期更要通过各种管道来查证 破解假讯息行动四不如要 不要只看标题不要分享不要按赞不要惊慌 要查证要查证要查证 中家集团关心您 有人跟我告白我拒绝他了 从那天开始他每天出现在我附近 还会发很多奇怪的讯息 怎么办 别担心 从民国111年6月1日起 此类跟踪骚扰行为都属于犯罪行为 被害人可提出告诉 警方也会对加害人开出书面告诫 两年内再有跟踪骚扰行为 被害人可向法院申请保护令 违反保护令者可处三年有期徒刑 携带凶器者最高可处五年有期徒刑 追求心仪对象请尊重他人意愿 杜绝跟踪骚扰行为 请打110报案 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散播假消息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街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亲友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及 后来结果怎么样 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 夫人他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 转传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他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 他不追究这事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 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 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 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 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因为很重要 所以讲两遍 要记得欧中家集团关心您